今天NBA常规赛结束了时场较量,在全部比赛结束后,西部派宁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 今天比赛的具体结果,蓝网119-127快船,步行者97-89老鹰,76人122-119黄蜂,魔术130-117虎人,提虎125-115绝金,开尔特人86-98绝世,公牛83-122猛龙,火箭132-112国王, 独行侠112-109勇士,太阳100-110雷霆,今天的比赛中有两大冷门,勇士作客达拉斯挑战独行侠,结果球队最后时刻功亏一篑,以三分列师输给了对手, 继上场输给火箭之后,球队遭运了两远百,下场他们将被拷贝面对马自队,而另一个输球的是胡人,此前他们取得四连胜。 但是组合魔术防守效率大幅下降,球队遭遇了一场惨败,又是尽管输球,但依然高居西部第一的位置,不过领先优势只剩下一个胜场,而输球后的胡人则是被火箭挤到了第九的位置。 火箭队今天在主场达胜国王,并不许任的取得了四连胜,他们也反超胡人和国王上升到了西部第八的位置,这也算是火箭队的胜率,首次达到50%, 而胡人和国王输球后一个位列第九,一个位列第十一位,而今天赢球的不只是火箭,西部强对决士雷霆,快船和骑虎也都取得了胜利,这也让西部的排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 由于骑虎拖住了绝筋的后腿,雷霆大,胜太阳队之后,球队凭借近期九胜一副的战绩,已经将自己的排名,提升到了西部第三的位置。 跟开拓者的战绩持平,距离第一的勇士也只有一个胜场的差距,而快船队在各场逆软篮网之后战绩,也是来到了西部第四,与雷霆和开拓者战绩相同,成为目前来看最大的黑马球队。 虽然目前NBA常规赛才进行了五分之一,但是西部季后赛争夺,已经出路端倪,至少有12支球队将争夺八个季后赛名额,每一场的胜负,都会对西部的排名产生很大的影响,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西部季后赛的争夺,接下来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了,你觉得哪支球队最有可能掉队呢?